知道这个是什么吗?有的地方用它来熏腊肉,有的地方用它做药膳,在我们那里,它是老一辈人养发的好东西,它就是侧柏叶。 奶奶说,它是天然的养发草,可以让头发长得更多更好,在孙真人《实际》中记载,头发不生,侧柏叶应干作末,以麻油涂脂可养头发。 但是为了让头发长得更多更好,在这个基础上,准备一些侧柏叶,养发护发的桑叶,和手乌,无患子,乙真子,苦丁茶,这六种都是对头发极好的天然植物草本,把它们一起放进砂锅中,加入适量清水熬煮,大自然极易的回馈,每一滴都是精华,老传统虽然麻烦,但是没有掉发出油的困扰,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。 我们把植物草本的精华,加上山茶油,椰子油,地麻油,这些对头发好的植物油汁一起,柔和,造化,把它们做成简单又好用的侧柏叶洗发灶,这样用起来就方便多了,洗的时候,直接搓出泡泡上头洗就行,洗完的发丝都是蓬松柔顺的,连护发素都省了,头油头屑头痒,发根不牢固的,都可以试试。